哦,你五十,我五十八,我八岁都生你 还算清醒啊 47年前我开始写相声 一直到2015年 我写了一个比较长的相声 叫做《诗城悬案》 这里面我写了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故事 写了莱福斯登陆的故事等等 新加坡的历史 我开始写相声 杨士斌跟黄家强这两位演员 是我的作品的表演者 体现者 是我的长期的搭档 暂时多年前 新加坡的相声应该说是 很少属于新加坡人生活的一些题材 作为一种草根吸引墙的民间艺术 应该更接地气 更能够反映我们的生活 47年后 我写了大概超过60多段相声 反映了新加坡人的喜怒哀乐 也写出了新加坡人的一些历史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新加坡的相声 能够在这片表演艺术的领域里面 展现它自己的一个风貌 我努力将相声这种艺术形式 推广到年轻一代 希望他们能够喜爱传承 把新加坡本土相声发扬光大 我是韩劳达 我热爱新加坡本土相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